大家好 我是布魯老師 歡迎大家收看我們超級人測試 這一集是好好聊天 大場說摔車了沒有關係 人沒事 車再修就好 可是大家有沒有想過 這其實只是一個安慰你的話 因為有很多時候都是騙你的 因為車有可能再修好了 而今天我們要來聊的是 如果一台公升級跑車 有著防倒球 跟一堆拉哩拉扣配件的賽道雷纏 究竟要花多少錢呢 首先我們先來看看圖片 欣賞這張美麗的甩車照 我們可以看到腳踏斷了 把手跟RCS拉桿也斷了 虎弓爆了 防倒球爛了 副長科磨了 引擎護蓋炸了 油箱也掉漆 排氣管滿滿的插傷 還有該死的大燈列了一個小角 摩托車是一種相對簡單的交通工具 也就是哪裡壞掉就換哪裡就好了 車架歪掉就換車架 引擎爛掉就換引擎 但因為老師並不是有錢人 畢竟連1299都買不起 自然也不可能這麼的任性 誰不想把整台車都換掉呢 所以就只好客家修車了 在這邊告訴大家幾個好管道 假如你是騎Aprilia的話 可以到AF1去找零件 那邊有時候會有一個二手的可以撿 但是AF1的運費比較貴 所以要一次買多一點才會比較划算 再來就是Ebay 不要怕英文Google翻譯很好用 或是找你讀外文系的正妹朋友幫你 因為我沒有 所以只能用Google 我們就一個一個來看好了 第一個就是該死的把手它斷 然後連油門線都有問題 整個卡死 還有外蓋 所以就只能整組換掉 開始跳錢囉 原廠手把4940 油門線A1220 油門線B1100 油門坐上蓋470 一共是7730 箭子就可以買一支超合金魂了 不要以為在F1買就比較便宜 其實算上運費兩者差不多 F1主要是提供給不喜歡等料的朋友 因為他們有很多庫存 很多時候 誰買誰有 既然台灣有料 那就在台灣買就好 再來是護工 護工的話 我記得我之前是買4000 所以還得重新再裝一次 那就是4000 但這個東西不是必須品要裝不裝 其實都可以 但裝了比較帥 放到滑快的東西 Lighttech 有提供單邊的滑快更換 報價是3500元 很貴 RCS這總共的煞車拉桿 短了幾拍的時 它斷在坐的地方 所以我只能選擇更換拉桿走程 而我上網看了一下 RCS拉桿走程要5200 而整組RCS19 含裝也才7800 這奇特的價格設定 我真的沒有辦法理解 所以去找了副廠拉桿走程 居然也要2800 GP Racing的引擎護蓋 右邊是3800 很貴 拍戲管 另外我還有一組大陸的AR管 可以替換去找HBP定做消音塞800 但如果算上原廠的消耗 只能找二手原廠管替代 腳踏的部分就只要更換腳踏桌就行了 只要1600塊 油箱的部分 決定買一個油箱滑快來擋一擋 RG的要3800 我真的不能理解 這小小兩塊到底為什麼這麼貴 喔對 最貴的就是大燈了 雖然只有裂開一個小腳 但是只能整組更換 目前這種代理的報價是18000元 而想你也知道我根本沒錢 所以看著這工作桌旁邊那罐填工牌模型膠 我就已經想好該走而作惡了 最後就是那該死的兩篇測殼 我決定找雷城王的好朋友 呃這是雷城王 呃這是雷霆王 這個才是雷城王的好朋友 淘寶專門賣便宜副廠殼的 真的是什麼都有 什麼都賣 什麼顏色 都不奇怪 做工其實還算不錯 最主要的是它夠便宜 非常的便宜 只是公差有點大 但還是能被人力給克服 它能夠單買兩篇測殼 包價是400塊人民幣 台幣就是1800塊左右 就算我們與大陸 目前台面上是敵對關係 但是台面下呢 還是有許多交易與互動 有更多的時候 是上面的人在找麻煩 下的人 覺得痛苦得要死 沒事就搞個限股病 沒事就搞個限制外匯 沒事就想逼人家統一 為什麼不統一統你自己的菊花呢 總之不管那麼多 上面的零零裝裝加起來 大概就是兩萬六千零三十塊左右 兩萬六千零三十塊 就是一次賽道轉檔的代價 而且還是客家修復 看一看國內某個機車大廠 還沒把錢付給我的這個份上 我也只能先挖一挖老本 看還有什麼東西能賣賣 只能說 玩車真的是一條不歸路 玩到最後你的家人可能都會懷疑你 到底是不是來吸毒 而到底支撐著我們一直這樣玩下去的 不過就是一股熱情而已 所以最後我來偷一句教室常常說的話來用 就是當你有什麼煩惱的時候 就去騎摩托車吧 可是我現在就是沒車可以騎 記得1月11要去投票 不然就換別人騎我們了 拜託訂閱一下 救救我們的訂閱數 愛你喔 我先說 我先寫 就是 這沒問題 一整個 設計 就能說